就是制定函数部分 制定函数的话 我们可以才清除掉 这边的话可以插入函数 找到那个使用者定义 那有两个 一个是月卡函数 月卡函数就是一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 但是这个缺点就是说 你可能要选三次 回来结果向下填满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如果制定函数 我觉得它太麻烦了 要选三次 我可以用月卡函数范围 那这个范围 好像前面我们有讲过 把它选起来 按确定 结果就出来了 这个叫制定函数 应该 没有因为这前面 我们做过蛮多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 首先第一个月卡函数 怎么建立 第一个一样 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方圈 这个方圈后面给三个东西 它就跳三个格子 有没有 月卡一 月卡二 月卡三 那再来我要怎么样让它可以把结果丢过来呢 特别注意哦 方圈 特别注意哦 方圈跟那个Sub最大不一样是 方圈会问你问题 把你的问题里面给的东西 帮你带到这边来 并且呢 前面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这个函数本身 一定要放前面 他会丢到自己本身 储存起来 再把结果丢到你现在油标放的储存格 OK 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参考什么 参考那个刚刚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公式这个 这个公式 应该这个 那做法的话呢 基本上可以参考类似刚刚的方法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再往下一点点 等于后面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公式的概念带过来 刚刚是什么 用那个Range 所以我这边可以Range 直接给哪一个呢 给这个D11 OK 所以直接去抓D11的储存格 那就跟刚刚的Sub一样 乘上什么呢 乘上其实刚刚是 我们是乘上哪一个 乘上Sales的ID的D栏 可是 刚刚是自己去抓 OK 他会自己去把这个抓 抓到这边来 那 Function的话是他已经给你的 所以他自己帮你选了 选了放哪里呢 放在月考一里面 这是最大的差别 所以如果我后面乘的话 记得不是乘上Sales 而是乘上什么 月考一 这个乘上月考一 加什么呢 后面其实概念都一样 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把它改什么 改成一 然后呢 这边改什么 月考二 应该可以懂那概念吧 然后后面再加 加什么 F11 然后这边的话月考3 OK 所以最大的差别哦 其实两个地方呢就是这个 有没有 123 丢过来 那这边的话呢是自己去抓 那他会随着什么 随着I的值变动而去抓下一个 丢的话呢他也自己丢 那Function是什么 丢到儲存 丢到Function本身 再把Function本身的东西丢到儲存格里面 OK所以那个流程不太一样哦 OK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啊 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写完了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制定函数1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那个Function是范围 范围是选一个给他 我前面好像讲过哦 有没有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选的本来是选三个 现在选一个 但是一个里面有三个 所以你要切 切 所以我先把这个范围先丢给一个叫A的东西 A的变数 然后呢怎么知道第一个成绩吗 就是A1之1 先列再栏 这个概念很重要 先列再栏 那这个是1之2 1之3 那你就可以抓到1、2、3的成绩 所以写法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拿刚刚的月考函数拿来改 那改的方法特别注意哦 1把月考1、2、3改成月考范围 就不用三个了 2的话呢 把那个什么呢 月考范围先丢给A 再来的话呢 后面一样哦 我要返还结果 返还给谁 一样是把月考函数底线范围放前面 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其实哦 你也可以拿这个来改 这个 那这边是一样的 一样是去抓上面的这个笔纵 但是后面的月考一哦 特别之后 我们刚刚是不是填三个 我们是填一个 但是你必须切割 那怎么切割 A1、逗点1 其实跟那个Sales有点像 有没有 先列再蓝 OK 那后面这个的话呢 其实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过来 把它改成一之二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边就一之三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 OK 两种制定函数的写法 那请务必要熟悉哦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这两个答案 云端上也有 OK 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除了要听得懂 我想应该蛮多同学 慢慢应该听得懂 但是 除了听懂之外 再来可能要 真的把它很熟练的写出来 OK 这个可能是稍微不容易 不过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去揣摩 那不要死 另外的话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假如你实在是记性不好的同学 建议还是准备一本类似 专门for那个VBA的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 除了说我云端讲一之外 你要记得就是 你 真的不 不容易记得的那一些 比如说我已经讲过 你还是忘记 那你把它写下来 多写 反正不管怎么样 就先写下来就对了 然后有机会 有时间的话 只要 未来会用到 你就把笔记本随时打开 然后随时可以看 随时打开 随时看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你记得什么事情 所以我买习惯会用云端记录我的生活 包含就是说我刚刚给各位看了相片 为什么呢 我十几年前相片其实都对我保留 而且都在云端相簿上面 我随时要看 随时马上就可以看到 而且那个Google相簿有一点还蛮厉害的 就是他人脸辨识 比如说以前你要找 比如说我要找我儿子的 从小长到大 以前还要帮他分类 还要帮他按照时间去排序 现在你完全不需要做这件事 因为Google相簿已经帮你做一个人脸辨 你只要点下去 我儿子所有力来 从小到大 他都全部帮我按照时间走排序 那只是会有问题的 就是说他可能因为脸型小朋友 长大之后会改变 所以Google相簿还蛮厉害的 他还会询问一下 请问这个人跟这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因为他confused 他说有点像 但是好像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帮他学习 所以透过他询问问题之后 你给的答案 他会帮助他辨识 所以现在很多机器学习 就是说你要训练他 慢慢的话 他也会能够跟你一样 具备有辨识能力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多多练习 试试看 其他当然除了以Sale VBA之外 其他我导还蛮推荐各位 可以多多使用 Google相关的一些云端的技术 不只是说你可以对你生活上 工作上有帮助之外 另外有一点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目前科技的进步 有哪一些对于像应用上面 像人工智慧 其实我觉得Google就大量的使用在它的相关服务上面 而且目前在AI人工智慧上面的发展上面 Google其实也是直牛耳 所以如果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应该是可以让你花比较小的力气 得到比较多的成果 所以这个当然你有机会可以多多学习 我当然很希望这个课程不是只是单单 只是有点像填鸭式的 OK 而且是让你们可以真的可以另外再开一扇窗 而且养成学习的好习惯 而且慢慢把这个技术真的融入到你工作上面 而且真的能够达到效用 OK 试一下 就是VBA的两个方法 OK 这些其实有点像复习 前面其实都有做过 只是说我们要换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还有SAMIF 等一下也许各位可以切到SAMIF 然后我们再来看SAMIF的相关应用 SAMIF非常重要 因为像枢纽分析表里面 它基本上预设就是SAMIF 如果是数字它就帮你加种 如果不是数字就帮你KONIF 就是帮你记几个 所以苏纽分析表里面 很多的概念其实都是运用这两个函数 帮你做出结果来 所以如果你对这两个函数 能够掌握得很好的话 当然对于你未来在应用苏纽分析表 一定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甚至如果说你将来不想用苏纽分析表 你也可以干脆用VBA自己变出一个报表出来 因为苏纽分析表毕竟是帮你产生之后 你还要再去做后续的动作 那VBA的话全部都可以串在一起了 你就不需要还要透过苏纽分析表 然后做完之后再把它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你倒不如就简单的东西 VBA一套就全部做 就是一键完成这个报表的动作 或者当然也有一个方法 就是干脆用苏纽分析表 配合VBA可不可以 也可以也有人这样做 苏纽分析表苏纽分析图都可以 快速键表快速键图都不是问题 所以请各位也许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再切到隔壁的工作表里面看一下SAMIF部分 然后我们后面也会举一些例子 再来看SAMIF的应用 因为SAMIF实在是太重要了 像KONIF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后面主要会针对这两个函数 多做一些练习 好